明朝正统十四年秋 发生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被瓦剌俘虏 成王朱祁玉在忠臣于谦等人的拥立下 改元景泰继位为帝 不久明军击退瓦剌 英宗被赢回并被尊为太上皇 此后朝臣逐渐分裂成两大阵营 政局表面平静 实则暗朝有后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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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啊 明朝景泰六年春 江南乌桑县水患肆虐 震惊朝野 兵部尚书于谦 向景泰帝举荐人品才干俱家的周旗 为监察御史 前往乌桑督察水患之里 臣接旨 寒谷之时天地混沌 水流四溢 大羽能用智慧 把这些猛兽般横冲直撞的流水 致力得服服帖帖 并让他们造福人类 如今一条小小的乌桑河 兴风作浪 祸害身体 人们却拿他没有办法 老师放心 如果乌桑河是一条河怪 我定会斩杀了他 不 不是斩杀 是收服 智礼和患并非难事 我所担心的 是和患背后的人患 学生一定查明真相 周旗 自从太上皇北寿归来之后 驾 朝中局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驾 驾 此次前往乌桑 凡事多加小心才是 好 正好 你都知道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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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你还看着它 微渐 不穆 真正 人 不穆 我们游戏 不穆 dic 毕童 编写 编写 继续 不穆 编写 编写 不准备 来 驾 这不是咱们显然这点是放松吗 真是可惜啊 这可惜啊 为了咱们 好 好好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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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有窃贼进了县衙仓库 后面的阿亮被打晕了 啊 小猫贼 小猫贼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本气牙的东西 别误会 正是我们赶走了贼人 还狡辩 要我打 公子 公子 不是他们 打我的是另外两个人 这么说来的话 这车的货还真是你们救下的 那误会了 误会了 咱们快走吧 你 语尘到 坏蓝 仪式开始了 咱们快走吧 去 把玛丸拉来 是 旧 飞尘到 豪 him 给他 你们还真是仗义啊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这城外现在有大藏活人的仪式 想不想去看看 何为大藏活人 这乌桑和时常有和妖出来作怪 巫师说想要镇住和妖 必须要将活人砌入堤坝 此次是咱们县的典史 为了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 甘愿被砌入堤坝 快走 住手 住手 你们住手 不能买 大人不能买 王苏 你个没良心的 你说话不算话 放开我 你说过要为我输身的 你说过要娶我的 孩子 黑子 你怎么就失眼了 王苏 你说话呀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你大脸上 冲到神灵 赶走 你放开我 王苏 一个王苏 一个王苏不宜的 你就是不想娶我 对 你才这样的是不是 你明明说过 你说我们生生死死 都在一起的 如今是被大蜂管走了吗 王苏 拉下去 驾 驾 我你有病 把事情弄开 民家 叫你 他们 去 他的 大神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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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冬春冲撞神灵 来呀 打二十大板 大神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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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停 周大人 听说您一来悟丧 就去河堤视察了 下官有失远迎 还请见谅 杨大人不必多礼 请 下官把治理水患的情况 向大人汇报一下 如今堤坝几处绝口 已经初步封堵完毕 这几天正在安置灾民 准备再增加一些十周点 杨大人思虑得很周全 对了 连史被弃入堤坝之事 大人如何看 此地偏僻民智未开 一些做法不合情理 下官虽不认同 但是也要尊重本地的风俗 下官以为 如果真的能够治理水患 就是把下官弃入堤坝 也在所不辞 好 周大人 哥 喝药了 这孩子 你没看见 我正和周大人一事吗 不行 郎中说了 你必须要按时用药 我都快成了药官的了 杨大人为公事操劳 要保重身体 有时候想起来 真是羡慕陶渊明啊 青山白云可自愚 朝霞西涩可失智 多自在啊 杨大人 饭菜简陋 希望您不要介意 按规制已经很丰盛了 请 请 祝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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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去看看 小妹 小妹 杨田 在 去 是 对不起 周大人 孩子不懂事啊 我倒觉得挺好 天然率真的女子难得 我这个小妹啊 就是太任性了 小时候死活不愿裹脚 我看她哭得可怜 就由她去了 我知道 这有为大明律法 就让她穿上男人的衣服 可是你看看 这天天长大了 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不必担心 来 哥 怎么样 是两个小毛贼 幸好于大人发现得及时 将他们赶走了 周大人 杨大人 是灾民吗 不像 他们虽然都蒙着面 但是我看穿着都很光鲜 对了 我还扯下他们其中一个人 身上的香囊 你们看 里面有龙咸香 叫真香 极珍贵 一般人用不起 我看还是别瞎想了 这个灾民可能以前有点加点 于大人 城里的治安要加强啊 是 大人 有人跟着 小小姐 大小姐 有客人来了 我这伤还没好呢 小姐放心 人家只是来找你聊聊 行 客官 里面请 我说你这够心急的呀 我妆还没换好就来了 我不是为你的妆容而来 你们是为何而来呀 我想了解一下王松的情况 别再提他 这个该死的冤家 害我白白做了一场丛良的美梦 昨天我听你说 王松不可能是自怨气如地霸的 他是被逼的 你为何这么说 你问这些做什么 你们是什么人 大人是监察御史 大人 大人您快请坐 大人 请您一定为王松申冤啊 大人 大人 您看 这是他写给我的承诺书 这字字句句 哪里像是一个要赴死的人写的呀 您看这日期 这就是四天前写给我的 他最近 可有一场 一场 没太看出来 不过 他好像确实最近有些心思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他的差事 没有 他对我说 他的差事 我越少知道越好 可可 你怎么 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 吓我一跳 你怕什么 我 你们突然冒出来 周大人 你们刚才去哪儿了 我去了青楼 周大人还好这口啊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我没有跟着你们 我 我 我就是怕你们在乌桑人生地不熟的 这里治安又不好 要是出点什么麻烦事 那可就不好了 要不 我给你们当向导 你们想去哪儿 我带你们去 你说的也对 我听说乌桑河里有河妖 你敢带我们去看看吗 当然敢了 不过 能不能看到河妖 那就得凭运气了 周大人 乌桑河到了 周大人 您好像不太喜欢穿官服啊 这样不好吗 那也不是 只是感觉和别的官员不一样 不过我哥也喜欢这样 他以前也常为服私访 可惜后来得了肝疾 所以出门也就少了 他今天好像出门了 听说去发放赈灾物资 周大人 你跟我哥应该合得来 你们好像是一种人 是吗 我以为这世上只有两种人 有情人和无情人 那大人是哪种人 我想 是有情人 那我哥哥也是有情人 有你这样的妹妹 是你哥哥的福气 哎 好 怎么了 哎呦 岳屎大人还怕蛇呀 不是怕 是 饿心 小心点 小心点 走吧大人 这两年新修的堤坝越来越差了 你们看 这些灰江里的石灰太少 石头之间没有粘住 大水一来 堤坝会立刻坍塌 这几年修堤之事 都是由典史王松具体负责的 请看 修堤的承包商陈彪 我们已经抓起来了 据他交代 他实际拿到了修堤款 只有弃书的三分之一 所以 他不能多用石灰 否则 他就要往里贴钱 看来这个王松的确可以 可如今他死了 线索也就断了 去他家 走 走 没有人 大叔 麻烦问一下王松的家人呢 现在屋里没人都搬走了 搬哪儿去了 前两天晚上一家人匆匆忙忙就搬走了 招呼也不打一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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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批货发出去了吗 发了 一早我就让人发走了 好 下一批生意暂缓 这个监察御史不简单哪 这个人我看不透啊 他有个外号 叫铁面御史 急不讲情面 那照您怎么说 此人还真是难以对付啊 这些账看上去好像没问题 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哦 你看 两年前的跟今年的一样的崭新 还有 王松和承包上的签字 感觉笔记上有问题 是 好像确实不一样 那大人的意思是 这些是假的 有点 站住 把派给你 有点 别人 你会觉得有点 不断 是 你会有点 你会有点 把派给你 快这是 走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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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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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飞飞 黑哥 骞死了 陈哥 我来 站住 站住 别跑 别跑 周大人 怎么样 让他跑了 看来这个窃贼不是一般的灾民 他这样做是公然对抗官府 于大人 在 务必尽全力尽快抓捕此犯 是 大人 吃早饭了 好 大人 周大人 夏冬春自杀了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杨大人 周大人 于大人 属下在 快 把情况向周大人汇报一下 周大人 请 好 站住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给周大人带路的 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雅天 是 送他回去 请 回去 他应该是上吊而死 他的尸首本来是挂了丑梁上的 他们刚刚把他放下来 武座也做了记录 大人请 他还在这儿留了封遗书 大人请看 大人请看 一个封臣女子不简单哪 竟然愿意随王松 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生死相守 大人 可否为她立个真切牌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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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整骨穴 知名的 刑狱 叫杨大人 是 周大人 杨大人 您来看看 他的脑后有一处致命伤 应该是受到重击所致 从这个伤痕和颈部的勒痕来看 脑后的击打 应该是在颈部的勒痕之前 也就是说 夏冬春被吊上房梁之前 就已经死了 所以 这是谋杀 周大人所言极是 刚才 下官从老宝那里 得到了重要线索 要不 大人也去听听他的说法 大人 就是昨天晚上 有一个叫沈泰芝的客人 来找过夏冬春 他来了没多久 就和夏冬春争吵起来 他们为何吵架 在外面听不太清楚 您知道的 咱们这种地方 吵架是常有的事 当时也没人在意 只是后来 沈泰芝走的时候 我发现他神情有些慌张 现在想起来 感觉这个人 确实相当可疑 他常来吗 他倒是不常来 以前 他和典史大人来过几次 典史王宗 是的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吧 看来这个沈泰芝的确可疑啊 这个人 就是个刁民 他曾经参与走私南洋的香料 跟乌丝满草 还被我们抓过 从此 他就专门跟官府作对 周大人 您看 此人是个线索 高布头 在 派人去找沈泰芝 把他带到县阳问话 是 大人 这是太洪山行的资料 这个沈泰芝 出身商骨石家 略有家庭 从小混迹试境 和三教九流都有来往 可以说 一向就不是一个良民 大人 沈泰芝这个刁民 沈泰芝 他们 他们打我 你们看 他都是公然对抗官府 这还了得 他 他是想造反吗 余大人 在 召集所有捕快 撞斑 抓捕这个狂兔 是 一杂 随我来 走 走 走 快 跟我搜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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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 有 二位大人 在后边的仓库 发现一个秘密通道 大人请 这就是通道 看 就在这 你怎么又来了 我是来帮余大人呢 是啊 多亏了华兰洗心 才发现了他 也许沈太师他们就躲在里边 大人慢点 推 我来 你回来 大家后退 我来试试 我来 走 这怎么通闹 江东伤号的地窖呢 大人 这些全都是围禁商品 杨大人 马上查封江东伤号 是 真是树木惊喜 这四年来 江东伤号一直在做走私生意 你看这次 用我大明的丝绸瓷器 换取南洋的胡椒树木一千两百斤 而且每次的树木都如此的巨大 真是没想到 大人 您看这个 江东伤号股东资料 掌柜糖药并非第一大股东 于凤翔 凤翔 余江大人的号就是凤翔啊 那就是一大量 立刻抓捕余江同样 余江 你们犯罪证据确凿 而且唐藥已经供出了 你们全部的犯罪事实 你还不认罪吗 姜大人 你劝劝他吧 于大人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就好好想想家人吧 好 好 我认罪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是我犯的 我都认 好 是条汉子 谈不上 我这个人呐 一向是贪财好色 见了漂亮的女人 就想把她娶回家去 就想跟她生孩子 所以 我有九个老婆 十七个孩子 周大人知道 就我们那点俸禄 要想养活这么一大家人 吃糠燕菜都不够啊 所以 我贪污修滴馆 跟我表弟唐藥 合伙开了一家商号 做走私买卖 这几年 乌桑的雨量较大 我便趁机派人装成水怪 去下火老百姓 跟朝廷要修低款 向百姓争防洪费 杨大人 疾病缠身哪 属于症 我们江东商号的买卖 那是风生水起呀 挣了不少的钱 然后 你们就嫁祸给典史 是的 黄松呢就不自量力 敢跟我作罪 所以我就把他抓了 割了他的舌头 还拿他的家人要挟他 让他甘愿被弃入堤坝 他死了 我再修改文书账册 嫁祸给他 那么夏冬春也是因为怀疑王松 并非甘愿牺牲 所以你们就把他杀害了 是 我这辈子 娶了足够多的老婆 也生了足够多的孩子 就算现在去死 我也心满意足了 可要是 还没了 你已经在死了 我还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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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看 大人 这边请 草民 沈太枝 拜见大人 请起 我们见过 好 大人 认出来了 我们到乌桑的第一天 就遇到你去县衙行献 那天实在无力 小民虽有自己的理由 还请大人见谅 你有什么理由 大人先请坐 等小民再仔细说来 这事还得从四年前说起 那年江东商号的糖尿 邀请我父亲和后做生意 说有县城渔江的保护 生意肯定稳赚不赔 我爹便答应了下来 可合作之后 我爹发现唐佑的账目混乱 而且一直在做走私的生意 这让我爹感到了害怕 于是便退了出来 可是不久 我爹便死于一场 奇怪的沉船事故 我爹水性非常好 就算船漏水 也不可能被淹死 所以 我一直怀疑 我爹是被糖尿当的把害 之后 我一直在查找证据 虽然没有找到我爹被害的证据 但我找到了江东商号 存放走私货物的库宝 后来 他们也感觉到我在调查他们 所以不时地找借口打击我 没收我的货物 上次去县衙行窃 就是想把被他们没收的一串棉花 给拿回来 没想到 却遇到了大人 原来如此 我有一个朋友叫王松 今年初回本县做了典史 我把我爹的遭遇 和我调查所的告诉了他 他听到后 感到非常地震惊 于是 而是便想收集证据 举报渔将 没想到 他也被害死了 王松跟我说过 他在县衙的文书中 找到过渔将的贪污证据 所以后来我多次潜入县衙 查找证据 但都失败了 还差点误伤了大人 为什么不来找我们 大人 不是我们老百姓不相信官府 而是 刚开始 刚开始也不知道大人的底细 所以不敢贸然接触 你去找过夏冬春 是的 我问他王松是否给他留下什么东西 他说没有 我想 我想也许由他查到的证据 就逼他交出王松的东西 后来还发生了争吵 后来 我发现大人也在调查王松的事 感觉大人是亲管 所以我们才孤注一掷 殴打捕坏 把大人引到我们商行 并通过地道 找到江东商号的地下仓库 大人 大人 渔江唐药会判死罪吗 他们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渔江有强大的后台 不会官官相护吧 这个 你想了太多了 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吧 你和家丁殴打捕坏之事 你打算怎么办 大人放心 明日我就带上家丁 去县衙请罪 接受处罚 走开 让开 快让开 离开 余大人怎么说 让我们尽快压解 余江唐药回北京 接受三司会审 那太好了 不过他还说 有几名朝臣联名弹劾我 举报我在地方上滥用职权等实际项罪名 皇上听了非常地气愤 他还说 如果我不及时回京解释 这次我只怕会遭来杀甚之火 周琪 你自从上任监察御事以来 损害了一些朝臣的利益 他们一直在皇上那里诋毁你 因此皇上对你 也有了不满 周大人 一路顺风 杨大人 保重身体 皇上 你写着我们查案功劳不小 谢谢了 周大人 这个送给你 这是 你不是怕蛇吗 这里面有熊黄 你戴在身上 以后就不怕蛇了 谢谢 我以后去北京找你 后会有期 告辞 你戴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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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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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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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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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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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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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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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